桑小他们回来了 我师妹再生桑小的气 那下一步的计划 我们该怎么办的 要推波助澜 再给你的师妹演一场好戏 顺便也给你这个家伙尝点甜头 发一笔大财 你不要老是讲话让我猜好不好 到底该怎么样了 你先走 我再找你 怎么了 叫你走就走 又有什么新花样啊 没有啊 没耍什么花样 没有什么新花样 那你为什么会和我一起在一起 说 你们两个打什么鬼主意 你说他呀 既然我没有这个本事碰到那个佛谷 自然要找个人来帮忙了 他人很好 很聪明 也很听话 我警告你 佛谷的事情我管定了 你不要再插手 你真是好笑 你不让我插手 我就不插手了吗 你以为你是谁呀 摩尊吗 告诉你 你是奉命而来 我也一样 不要以为只有你莲香一个人才能拿到佛谷 我也有我的本事 哼 怎么了 还在为你师妹的事情喝闷酒啊 莲香姑娘 我师妹今天对你太无理了 别在意 她是担心你才会这样的 我怎么会怪她呢 那就好 你还没跟她解释清楚啊 为什么要解释 我们在外面又没有做出什么对不起她的事 光明磊落的 为什么要解释 可女人都是这样的 又小心眼 疑心又大 如果把我换作是她 我也会不高兴的 自己喜欢的男人跟另外一个女人在一起 不担心才怪呢 莲香姑娘 我知道 你是一个可以信赖的男人 我是一个叫女人看一眼就会担心的女人 好啦 去吧 跟她道个歉 哄她开心就没事了 话是这么说 但是不能就这样纵容她 不然她以后还会无理取闹 还会搞事的 依我看 方姑娘也不一定是无理取闹的 也许她是遇到什么事情了 你和我都不知道的 你要是真的喜欢她 就应该去找她 问问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她肯定没事的 在客栈里有师兄师弟照顾她 能出什么事啊 那 你就打算 跟她一直生气下去啊 到底要怎么做 你自己要好好想清楚 莲香姑娘 我知道该怎么做 我师妹她也不是不讲道理的人 你放心吧 没事的 听你这么说 我就放心了 桑小 你现在已经有我了 以后 你不要再理你那个师妹了 好不好啊 桑小 好不好啊 你不要再理你那个师妹了 现在有了你 我什么都听你的 你没有看见吗 在众目睽睽之下 我都一样不管我的师妹 你心对理好 你肯定她把我们看成是 桑小和莲香吗 你放心 我对她使用了障眼法 一切不成问题 你说你这次宝的标 是皇帝的预保 只要我们结了这趟标 今后就有想不尽的金银珠宝 你就可以带我远走高飞了是吗 那你什么时候才动手啊 很快了 我们完了事之后 马上就远走高飞 好 还有夏文 你又不打算告诉我 等着瞧 好戏 孩子 你早点找方姑娘解释一下 不要让坏人有机可乘了 我知道 可她现在在气头上 什么话都不肯听 等她消了气再说吧 这样也好 林香 不管怎么说 我都要谢谢你 谢什么 对了 你现在要干什么去啊 出去一天一夜了 我要去看看兄弟们 打点一下 好 那我就不耽误你了 好走 如果我们先一步拿到了佛骨 本尊就有方法结合力量 统治人妖魔三剑 另立新国动 我这样偷走佛骨 到底是不是对的呢 我是不是应该听魔尊的 把佛骨交给他 让妖界有抬头的一天 还是应该听丧小的 哪有让妖界统治人间的道理 佛骨在线 就是因为魔道即将出世 否则皇上也不会让我们 把佛骨送到少林寺去 让这世间 就这样和平下去 灵儿 干嘛 发生什么事情 为什么哭啊 大师兄 上下他变了 他给那个雷香迷住了 准备打劫这汤玉宝 现在 正准备带上雷香 人叫高飞呢 不可能吧 桑小一直忠心耿耿 不可能做出这种事情吧 不 不一样 他完全不一样了 他变了 那就糟了 抓紧一点啊 再紧一点 不要松了啊 注意了啊 好 你们都在干什么 桑小 你们没事吧 我们再打点飘车啊 臭小子 找死 你们快走 否则别怪我大开山西 一千万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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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 上手 停手 丧小 你到底还有没有人性啊 知道在做什么吗 他们都是你朝夕相处的好兄弟 你怎么可以下次毒手 零零你说什么呢 他们都是山贼 怎么会这样 这不可能 怎么会这样 你鬼迷心枪 你还是人吗 救我 后德书 救救我 后德书 桑小 为什么要杀我 没有 后德书 我没有 后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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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 帝和表姐哪里对不起你 你要恩将仇报 和那个女人合谋 借自己表举的表演杀自己的兄弟 我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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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说没有 我们亲眼看到你杀死他们的 没有 还有那把剑 都斩满了他们的血 这就是证据 没有 你两个听我说 走快 你没有资格再爱她了 师兄 你说什么 说什么也好 师妹已经不喜欢你 已经跟着我了 而且我们两个已经 师兄你不要再说了 为什么不要再说 这是事实 而且迟早 也得让她知道 凤铃 你们俩 是真的吗 回答我 什么时候开始的 是你和那个女人在一起的时候 我跟连香在一起又怎么了 够了 如果你还有良心的话 就把佛谷交出来 师兄 你怎么知道佛谷的事 师父在出发的时候已经告诉我的 他千叮万主 一定要看住你 一方万一 不会 师父不会这么做 把佛谷交出来 不 你们不要再打了 不要再打了 别打了你们 球就怎么了 别再打了 师兄不要再追了 为什么不要追他 难道你心里面还有这种人吗 我只是不想就这么杀了他 他杀人的时候我是亲眼看见他 掌柜 那你的还在不在 房间里没人 不用问 肯定是跟那贼人讨屋了 喂表头 你放心 我们现在就去抓逃犯 一有消息 我们会立刻通知你的 谢谢令部头 不用客气 走 我们抓人去 为什么这么早便知会官府 能不报吗 这可是贡标啊 死了这么多人 这么大件事情 我不报 这里的人也会报 而且 报官还是其次 我们马上要飞鸽传书 让师父知道 要他马上过来处理这事 你想要现在就告诉爹 能不告诉他吗 这么大的事情 官兵应该不会追到这儿来的 我们暂时是安全了 来 先休息一下 我觉得 我还是应该回去 喂 你没病吧你 我们刚刚脱水你说要回去 可是我总得把事情弄清楚啊 好啊 你去跟人家解释清楚 反正你现在已经杀了人 你那些师兄妹 要是想听你解释的话 你也不至于沦落到现在这个样子呀 你怎么知道我的事 我本来打算游走四方的 可事无意当中 碰到了你的师兄妹在吵架 所以我就听得一清二楚 就算我不解释 事情我总要问清楚 我现在什么都不知道 你以为凭你一个人的力量 就可以问清楚一切吗 现在外面官兵那么多 你能保证你出去一定不会被逮着吗 其实我明白你的心情 现在我们两个算是同名相连了吧 但是你知道吗 我比你更冤 比你更倒霉 我明明什么都没有做 现在就莫名其妙成了你的帮凶 要不是我吉利跑得快 早被那帮人言行逼供了 对不起 是我连累你了 其实 这也算是无妄之灾吧 反正不能怪你 不过桑公子 我劝你还是好好冷静想一下 你下一步到底要怎么走 现在不管你怎么说 不管你怎么解释 大家都认为你已经杀了人的 练公公 桑小从小跟我在一起 是我一手把他带大的 无论是他的人品还是个性 我都非常清楚 按理 他是无论如何 也做不出这种 失礼扒坏 丧尽天良的事情的 方总彪头 我们连夜从京城赶来 目标只有一个 就是将凶兽捉拿归案 从他们手里拿回那 那件重要的东西 你知道吗 练公公 可这件事 我觉得 不要再说了 我不管你的徒弟人品怎么样 如今有正有据 无论如何 我都要将桑小还有那个叫 练公公 那女的叫莲香 叫莲香的女子 既不归案 否则 我们都难以向皇上交代 方总彪头 万一要是弄得不好 就是死罪一条 本宫跟你的脑袋都没了 练公公 是不是先把事情查清楚在 还查什么 事实不是已明摆着吗 这里的人都靠你们俩来调度 我看你们应该立即分头去捉拿他们 两个人一组 先搜附近几条横接 一炷香之后再到这儿会合报告情况 是 走 走 哎 桑小啊桑小 这究竟是不是你干的 总彪头 你在找桑小吗 你什么人 哎 姑娘 姑娘 你给我站住 师父 桑小 师父 你你听我解释 我真的什么都没有做 厚得出他们不是我杀的 我也从来没有讲过要结那些黄金 我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桑小 现在不是解释的时候 师父 佛谷呢 快把佛谷交出来 这是最重要的事 只要佛谷没事 一切事情都好办 我明白 佛谷呢 明明在这儿啊 桑小 你可不要骗师父啊 没有师父 明明在我身上 他怎么就会没有了呢 那怎么会不见了呢 你们说完了没有 有冰锥来了 我们快走吧 莲香姑娘我现在 她就是那个莲香 总彪头 都已经什么时候了还这个那个的 莲香只有一个啊 快走吧 不然来不及了 不是我现在不能 看来一起和林儿说的话是真的了 不是师父 没有这回事啊 那你怎么会和他在一起 我是来帮他的 走吧 不然来不及了 我现在不能走啊 你师父根本就不相信你 师父 丧小 你要是走了 就不再是我的徒弟 军部 丧小 快跑 丧小 丧小 你为什么把我弄到这儿来 你这样做让我师父怎么相信我 哎 你什么意思 你说 说话呀 你说完了吗 没有 继续 我 你以为你师父会相信你吗 不会 我告诉你为什么 第一 你的确是杀了人 我问你 你真的亲眼看见了我杀了厚德书他们吗 我不想隐瞒你 因为我相信你是个好人 所以我愿意帮你一起逃跑 你杀人已经是个事实了 第二 你的师父要的是佛谷 但你现在没有办法给他 如果反过来想的话 你是你师父 你会相信他吗 我是杀人凶手 我明白了 原来真的是我杀了人 我现在就是一只过眼老鼠 人人都该让我死 虽然现在情况很糟糕 但死不是解决问题的唯一方式啊 我没有别的办法 我现在就是死路一条 你不能就此放弃斗志你知道吗 你不要气脸你知道吗 除了死 我没有别的选择 死了好 以死明智 以死谢天下 好 那你告诉我 你的斗志在哪里 你的斗志在哪里啊 我杀了人我该死我没有斗志 好啊 那你去死 死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但是我告诉你 死是用来做的 不是用来说的 光说不做不是一羞好汉 不是一羞好汉 你到底还有没有人性 知道在做什么吗 他们都是你着急相处的好兄弟 来 再来 满伤胶 我不 obt自圣吗 没什么 我没有好得受 won 赢 那 duos 我没有 你要是走了 就不再是我的徒弟 师父 我不怕死 师妹已经不喜欢你 他已经跟着我了 师父你不要再说了 回答我 不怕死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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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这么重要的东西他能掉吗 你说怎么办 怎么办 连公公 我看他应该走不远 只要我们家派人少 一定能够把他击补归案 唯一齐 从现在开始 就由你负责 缉拿桑小和莲香归案 有什么消息 直接向本宫汇报 是 连公公 古大人 非旨在 立即抽掉地方所有人力物力 将方圆百里的范围封锁 勿求尽快捉拿桑小和莲香 这两个侵犯归案 是 连公公 跟我走 是 连公公 你怎么来了 禀公公 传皇上口谕 急召您回亲赴命 糟了 皇上终于知道了 糟了 大笨蛋 我是想激发你的斗志的 谁要你真的去死啊 搞得我手忙脚乱乱七八糟的 你为什么要救我 你不是 想让我死吗 我让你死你就去死啊 你是男人当中最没用的一个 我告诉你啊 从今以后我们两个就了不相见了 不过 等你伤好以后 佛谷我还是要拿走的 那我们就这么说定了 多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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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师父 师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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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个笨蛋 我没有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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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父 师父 我没有杀人 师父 师父 无苦极免道 无知亦无德 亦无所得固 菩提菩锤 菩提菩锤 般若菠萝蜜 杀 overarching κ屑 杀老苦极兵 能胆 你没有事情做吗 怎么跑了跑去不嫌累啊 累也值啊 因为刚刚看到了一场好戏 不要忘了你我都是妖精 正所谓人妖有别 你该不会这么天真 真的以为可以谈一场人狐恋吧 我的事情不用意外 也不用你操心 我只是关心你而已 你想想 如果桑小知道了你是一只狐狸精的话 他能接受吗 所以我想劝你不要自作多情了 我做什么 喜欢什么 与你无关 可是不将佛谷交给主人 就与我有关 我说过不嫌悔摩尊吗 桑小 彭音 红衣你要做什么 明知故问 把佛谷交出来 让我带回去给主人 佛谷还在他身上 你骗谁呀 如果佛谷真的还在他身上的话 那我区区小法 怎么能令他迷失常性 胡乱杀人呢 因为你的妖法厉害吗 别做戏了 拿来 你真的不相信 好 我证明给你看 你看到了吧 你动作好快啊 你能证明这里面真的是佛谷吗 我建议你不如打开来看一下 看看里面是不是真正的佛谷 如果万一你铺了个空的话 摩尊可要怪罪你的 你先等一下 你干什么 我回避啊 万一那里面装的真的是佛谷 岂不是我一见到他 就要灰飞烟灭了 你不怕死 我可怕 喂 你为什么不打开 你害怕了是不是啊 你放心吧 虽然我一向都不喜欢你 但是我从小就很尊敬摩尊 何况这个佛谷 是关系着佛道命运的 殿下 你不用和我来这一套 我是被吓大的 你这一套对我 没用 我没用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一切只不过源于一个魔字 常言道魔由心生 当魔障控制了人心之后 往往会做出些有备常理之事 阿弥陀佛 以大师之言 魔障已成 如今佛谷又已失去 是否就意味着佛谷已经落入了魔障之手 人间从此多结 这可是朕最为关注的事 请大师指引 皇上最近有否梦见魔障之相 没有 那就说明 这佛谷依然浮游于天地之间 丧施主 有着异于常人的特质 于我有佛源 身具佛性 如果此间与另一个有缘人在一起的话 佛谷将会安然无恙 有缘之人 难道就是那个怜香 这贫僧也不能往下叛眼 一切要看丧施主的造化 但有一点贫僧可以肯定 就是丧施主的佛性 与生俱来 世间罕有 说不定 他就是将来 能用活骨致孽之人 但这一切 皆要随缘 不可强求 但他已经犯下了滔天大罪 成为侵犯 请问大师如何致孽 所以贫僧 有个不情之请 就是皇上在吉拿桑小之时 能不杀 便不杀 林公公 奴才在 传阵口语 活捉桑小 不得懒杀 奴才领旨 阿弥陀佛 善哉 善哉 一切啊 你先回去 我找林公公还有点事 是 师父 师兄 怎么样了 什么怎么样了 皇上 他怎么说 标局暂时没事 因为皇上相信 全部的事情是桑小做的 我明白 你还是很担心桑小 是吗 不 我是担心你和爹的情况 这条标是打着为武标局的旗号吗 有一件事情 我想你坦白告诉我 什么事 你心里面有没有我 那好 我就放心了 灵儿 既然我们的事已经这样了 我们是不是应该 坦白告诉师父 顺便跟他说一下我们的婚事呢 可是 现在 正是多事直秋 我觉得这个时候 提这样的事情 未免也太不恰当了吧 那有什么分别啊 我们迟早是夫妻啊 你觉得 爹现在心情会好吗 这件事情 还是先放一整再说吧 说的也是 那就过一阵吧 让你爹的心情放松一点再说吧 你知道吗 我最欣赏你的 就是你的聪明 还有你的孝顺 爹 当我和师兄到马棚的时候 看到桑小他 他真的在杀人 而且像疯了一样 我们好不容易才阻止着他的 什么 好像疯了 桑小向来沉稳冷静 不是一个冲动的人 而且厚德和天报 跟他向来非常亲近 这是为什么 这是个疑点啊 对了 当时桑小他说 他以为厚德说他们是贼 所以他才出手的 自己人和贼 不可能看错呀 这点我也想过 当时我不觉得怎么样 可是后来想想 觉得疑点重重 这真是一个谜啊 我觉得 一切都不可能发生在桑小身上 他这个人是没有心计的 甚至 什么都一清二楚 不像一旗 爹很多时候都猜不透他心里在想什么 爹 师兄 他不是你说的那么坏吧 爹不是说他坏 只是 他这个人比较有心计而言 那还是好人吧 也是吧 红颜 出了什么事啊 回禀魔尊大人 都是莲香那个狐狸精 热脱我 都是因为他贪恋那个丧小 不肯将佛谷交给我 跟利用佛谷 将我打伤 莫尊大人 莲香 他想谋夺佛谷 背叛莫尊 请莫尊明鉴 岂有此理 莲香太可恶了 请莫尊大人一定不可手软 要杀一井百 如今只有红颖一面之词 误取莫尊大人彻查为上 红颖的伤就是最好的证据 可能是有人妖宫心切 所以才被莲香所伤的 闭上你的狗嘴 不要含血喷人 好了 不要再吵了 红颖之罪 这些小事你们就自乱阵脚 同事操歌 成何体统 多取佛谷一事 莲香一直不遗余力 本尊把如此重任交付于他 是对他的信任 而他呢 也表明了对我忠心不二 至于红颖受伤 想必是有所误会 本尊自会彻查 红颖对摩尊也是忠心一片 我亲眼目睹 莲香和那个丧小 越来越亲近 还拖延回宫的时间 我怕莲香轻迷心窍 如果真的让那个小子 拿到佛谷 送去少林寺的话 后果不堪设想 魔剑也必遭浩劫啊 对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佛谷也不可施 莲香也不能受驱 魔尊大人 为了慎重起见 可否召回莲香 回来问个明白 再心定夺 不要再说三道四了 本尊自有主张 怎么还在生气啊 红颖哪敢呢 刚才是在众目回回之下 本尊当然要公事公办了 红颖明白 以后我就什么也不说 什么也不做 免得魔尊大人你回难就是了 好 你就这样决定了 你 大人您真坏 又欺负我 好了好了 不要再闹了 难道你不知道 在这魔界之内 本尊最疼爱的就是你呢 红颖当然知道了 可是 我就是心里放心不下 而且 怎么想也想不通 为什么本尊不亲自出马 去夺取佛骨 就是嘛 佛骨这么重要 为何您要将这么大的事情 交给莲香 这只狐狸精去办呢 早在十五年前 本尊就想去夺取佛骨 但佛骨的佛性和灵性 太强了 一感应到强大的魔杖 便会自动消失 原来 佛骨的力量 居然这么惊人呢 简直是高兴莫测 有了这次经验 本尊便一直 苦苦费心 寻寻觅觅 才找到了莲香这么个东西 就是因为 他有所谓的佛源 这是其中的一个原因 最大的好处 就是莲香这个人 比较单纯 只要随便编造一个什么人魔和谐的说法 便能使他唯命是从 替本尊效命 原来大人 我们的法力举世无双 要想一统神魔人三剑 必定止日可待 好 说得好 可是 可是 我觉得莲香这丫头靠不住 我没有骗大人呢 这一次 她是动了真情 而且还拖延了 带佛骨回来的时间呢 莲香还有莲香的力有价值 是真是真是假 还要以大局为重 她这个人是吃软不吃硬的 你回去先监视她 四季和她讲和 然后趁机夺取佛骨 不到万不得已 千万不要打草惊蛇 温尊不想让其他的金怪小妖 来夺取佛骨 乱我的大事 只要是大人您吩咐的 红印什么都已 来 喝酒 好 你怎么了 好像是发烧了 мяс要还是发烧了 美國 当然 是我 他是说 真是 是 市是 Θ兼 不管是 那这样 尽 我是一只修行千年的虎 千年修行千年孤独 夜深人静时刻有人静见我在乎 等过来山出刻有人看见我跳舞 我是一只等待千年的虎 千年等待千年孤独 过过红尘里谁又种下了爱的骨 茫茫人海中谁又喝下了爱的毒 我爱你是你成一瓶如洗寒窗孤独 离开你是你正经帮提名东方花竹 愿不能为你再跳一支舞 我是你千百年前方向的白狐 离开一枚飘飘 一枚飘飘 爱是什么梦都化作虚 能不能为你再跳一支舞 只为你领别使的那一支舞 离开一枚飘飘 一枚飘飘 天长地久都化作虚无 未经许可,不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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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